在日本 失智症照护 是以让老人家活得有尊严为目标 发展出许多精致温馨的服务 最新趋势是 向儿童借力量 不到十点 隔壁的保育院小朋友到中心来 一起和老人家做体操 位于慈城县水库市的 玉多福日照中心 更独创了儿童照护员制度 附近的中小学生 可以递履历应征儿童照护员 星期六日与暑假来帮忙 他们的工作是帮长辈按摩 一起游戏 并协助工作人员 目前已有二十五个儿童照护员 子供たち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で 一番の施設での変化は 認知症の人が 子供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 day service に入れる という現実は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中に子供がいて おはようおばあちゃんって言った声で 私は入っても平気だ という安心感はあったのかと思います 透過儿童照护员制度 除了儿童照护员制度 玉多福日照中心 更積極実施照护预防 照护预防 是日本政府为了降低 長照保险支出的 創新做法 从预防做起 機構便可以领取報酬 吞咽練習 便是其中之一 吃中饭前 老人家要做吞咽練習 訓練喉嚨的肌肉 防止老人家噎到 预防肺炎 照顧品質 往往不在硬体 而是心態 玉多福日照中心 用的餐具 是一般日本家里用的 慈悲 飯碗 味噌 木湯碗 而非台灣機構常見的 不鏽鋼鐵盤 虽然有可能會打破 但注重細節 就能像真正的家一樣 生活就是復健 让老人家自己动手做 维持现有的生活能力 减缓退化 足够护理也是照顧预防的项目之一 可以预防血栓梗 梗塞 并提高下肢血液循环 工作人员们纷纷蹲下来 唱着老歌 用温水帮老人家洗脚 剪指甲 按摩 专注 用心 连为人子女都不见得做得到 长辈即使失智了 依旧有尊严 照护人员也从照顾中 得到意义与成就感 他们是高龄化背后的无名英雄